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选这地方很高级啊 这儿环境好 关键是啊 我觉得这儿牛排特别好吃 走 来 菜单给我 赤存 你看看你喜欢吃什么 三 三百多一位啊 不是 你们这儿还收服务费呢 那够贵呢 行了 又不让你出钱 你都请了我好几次了 总该让我表达表达啊 你看看 这 我也不大会点 还是你来吧 要一个 鹅干沙拉酱 还有你们这儿的那个招牌牛排 提拉米苏 提拉米苏 再来一个香送玫瑰露 好的 你跟我一样 对对对 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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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等一下 谢谢啊 谢谢啊 怎么样 味道怎么样 好吃 尤其是牛排 这种高达的地方 来得这么多 是吗 嗯 我觉得你挺有生活品位的呀 这个想提高自己的生活品位 还是要跟自己的经济收入外交 那小小他妈呀 我倒是经常带着小小 北京各大高档餐厅 胡吃海塞 对 回来回来没我的份 看这意思 你还挺怀念你天妻的 你还想着跟她一块 共享天龙之乐呀 我就顺口 什么你说 我可没这意思啊 我现在看着她都烦了 还共享天龙之乐 俊全 嗯 咱们俩也共事了快五六年了吧 六年 你说这日子过得多快 是啊 时间催人老 咱们都不年轻了 跟我说回来 我有好多话 我想了很久 想跟你说 其实我有好多话想跟你说 那你说 好 你先说 那 我就打开天空说亮话了啊 咱们一块儿 工作了五六年 这段时间我们又一起 深入沟通了一下 我觉得你特别地踏实 诚恳 真诚 虽然有些小毛病 但我不在乎 你 志寸 我喜欢你 我想跟你进一步交往 不知道 不知道你愿不愿意 刘芬 其实这些话 我也早就想跟你说了 你这个人吧 善良 温顺 最初我要善解仁义 我真也挺喜欢你的 还问我什么 愿不愿意 往进一步交往 这 肯定愿意啊 虽然 我不愿意 晓妮 你怎么来了 妈 我来了不是一会儿了 咱之前不是说过好多次吗 我长大了能养你 不用您去找别的男人依靠 你说什么呢你 我说什么您不知道 您也不用说了 我也不打算再听了 我您说今天我在这儿 不能让您干出对不起我爸的事来 你爸的事来 你爸已经走了 他一直都在 一直都在 你 不好意思啊 妈 你不许去啊 你不许去 你不许去 回家找你算了 你不许去 刘芬 对不起啊 我这儿子 从小被我惯坏了 实在太不像话了 我们家那个丫头啊 你也够分 你不知道 小弟这孩子 从小对他父亲感情深 他爸走了以后 对我依赖又太强了 所以 怎么 怎么听着 你这儿子 是不是有点恋好啊 也许是吧 反正这几年 不管我跟谁交往他都反对 还说 妈 你别嫁人 以后我养你 你看 我的分析是正确的 你这儿子确实有点恋好情景 但如果孩子 这么小的话 你说 咱俩这事还真 真的挺难的 那你们家晓晓怎么回事啊 他不挺开朗的吗 怎么他也反对啊 甭说 肯定让他妈收买了呗 他妈一直想跟我复婚 我不同意吗 他就去 用金钱去收买他的女儿 你看晓晓屋里 那名牌包都满了 晓晓 不会吧 我这话说回来 就要一分钱不给他 他也想让我跟他妈复婚 这晓晓嘴上说了 爸 我支持你追求新的幸福 不 这私底下禁锁下班 你看今天 直接当面楼对面女儿 你说这丫头 那你怎么想的呀 那我怎么想的你还不知道吗 我喜欢你 我想跟你一起 重新开始生的 关键就看你怎么想的了 重新开始 对啊 对啊 就该重新开始 咱们都这个岁数了 小时候 咱为父母活 中间为孩子活 现在就是得为自己活 对 反正我不管小弟怎么说 晓晓 我想跟你一块儿生活 行了 咱们就别浪费时间了 要是你同意的话 咱明天就去 冬季结婚 明天啊 太快了吧 快什么呀你 不不不不 六分 是这样 结婚是件大事 再说了 我们家的特殊情况 你也知道 老少三代住在一个私会院的 这事我得先跟你家里人 商量一下 行啊 你商量呗 我等你 合适的时候 我亲自上门 看望两位老人 你这儿 我 我 我你这儿 我 我容我两天 容我两天 行 刚才没吃好啊 你这 咱再吃点肉 你不用这么看啊 你说我就不明白了 我妈这么大岁数啊 你说 这非要再找一男的 这 这别扭不别扭 你这话就看怎么说了吧 其实你妈岁数也不大 还不到五十呢 那她想追求自己的幸福 也无可厚非吧 追求幸福是无可厚非 那算跟谁 你找这么一玩意儿 你会不会说话啊 什么叫玩意儿啊 我爸怎么了 我爸哪儿配不上你妈了 我还没说你妈呢 蠻脸折了 我咔着眼的 比我亲妈差远了 行 行 行 我不跟你争竞 好不好 我说错了 全当我说错了啊 不过晓晓 你是一点都不随你妈 一场你妈有点忘 什么意思啊你 听不出好赖话是什么意思 夸你 你看啊 你人长得漂亮 脾气好 性格好 最重要的是 透着那么一股子 有文化的镜头 这就不容易 不是你哪只眼睛 看得上我脾气好呀 麻呢你这儿 想泡我呀 想泡我呀 这话说的就不上品 我看你整个一文静帽 穿得挺斯文的 这满肚子花花肠子 一传你妈了吧 我跟你说你句话好好说 说话注意分寸 你说我行 别扒着我妈 得得得得 我在这儿跟刘芬阿姨道个歉 这还差我 但你 你啊 怎么呢 你 算了 我老婆你废话 你 我 服务员 接到 三桌